我比較喜歡可能是這邊討論的氣氛吧 那這邊的話可能就是大家都可以提出自己不同的東西去討論 而不會就是可能就是顧一些比較 就感覺變化性比較高啦 我還蠻喜歡不斷嘗試新東西 現在 MED 的參與我主角就是比較不陌生 之後我們又因為去參加了 TOG 比賽 然後剛好我們這一隊基本上所有的成員都是有去打 TOG 的 所以我們有過這一段的擊敗就是 然後情侶就變得更加深厚 例如說來這邊不會有就是不熟啊或是幹嘛的感覺 反而就是覺得說就是跟一群好朋友一起玩這個遊戲的感覺 就是還蠻棒的 他們的優點之在就是第一個就是他們的經驗比較多 所以很少會有雀場的狀況出現 大家就是他們的靈體反應 確實會比一些新秀來的好 那有些新秀可能碰到一些危機或是臨時一些狀況 他可能會無法很快的防禦過來 但是這些就是老將們 他們會有一些經驗可以處理這些狀況 那我們成員裡面是有一個就是算是這一屆的星球 就是他是台中場冠軍的成員 然後現在加入我們當我們的國助 那老將的部分可以把他的經驗傳給給他 那其實這部分就是吸收他們的經驗這樣子 所以算是互補吧 其實我覺得就是從新開始吧 因為我覺得就是把自己歸零然後不斷的努力加油 然後在自己最喜歡的位置上可以就是發揮到最好這樣子 因為我回到我的擅長的路線中單 然後我現在打法就是比較配合團隊的氣球 然後有時候我會打得比較強勢一點 因為我之前擅長的角色在現在這個META已經 基本上算是比較不強勢的星球 然後他出了新的英雄叫蘇倫 他算現在這個META比較強勢的中單角色 然後我現在也在積極的開發他的打法跟奧義裝備等等 只要維持得良好的心態就是可能跟隊友溝通 剩下的成績自然會好好努力的打出來 目前的狀態就是因為其實他們本身的角色水素非常的深 那現在只猜就是還沒有習慣這些新湊的隊員 他們各自的打法風格 然後五隻算是如果硬要這樣算是算是我們是四個戰隊的人 所以他們現在就是需要很默契 才要十分對方 所以目前我覺得目前我們準備狀態 可以說大概七七八十趴左右 我喜歡開心的打每場比賽 不喜歡就是有任何一場有爭執 因為這樣子反而會讓每場比賽都打得不是特別的順 我喜歡打因為就是一起開心 輸也是一起開心 因為我平常都會跟台灣人那邊關係比較多 然後就是溝通的都還好 然後就是有時候他們會講笑話我會聽不懂而已 香港那邊工作會比較忙 他們就會打遊戲的時候就是偏向休閒的人 然後台灣的就是他們因為有職業聯賽 他們就是會把電競這個東西變成職業去打 就是打得很認真 看蘇琳很重量 一開始壓力是還蠻大的 但是其實某某的覺得就是說 就像家人一樣 因為畢竟我們練習在制定的話 他其實也會進來跟我們一起拍 他就會進來觀戰 然後我們也會一起打排位或是一番 然後其實這些壓力都漸漸沒有 還有家人的支持吧 還有粉絲的支持 然後還有最主要應該是藝人的吧 藝人就是我女朋友 他就會給我很大的鼓勵 那再加上我自己本身也熱愛打電動 就是手遊這一塊就是自己也很熱愛 因為有時候就一直在玩 對啊所以應該這些以上因素都是一路支持我 然後不斷的在這個全職就是不斷的努力 不斷的進步的地方吧 我們沒有特別想遇到什麼樣的隊伍 我們比較希望可以進世界的資格賽 然後去跟國外的隊伍 然後打一些不一樣的戰術 提發我們不一樣的打法 然後可以拿下這個舞台 因為我們目前隊伍的溝通都算是非常融洽 我希望就是以現在這個態度繼續打而且 我相信未來我們隊伍的成績一定會是非常好 在這一季我回到我最擅長打的中戰 所以我會以全新的打法 全新的挑戰 挑戰我們目前最強的中路 等著